相信你们在马上经常会下到这样的视频 咱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仪表盘上这个黄颜色的故障灯 图轮亮起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情况呢 你去试人试炼或者修理厂 对吧 你不花几千W肯定不让你 遇到这种情况呢 咱们只需要在机舱里面找到蓄电池 红色的是正极 黑色的是负极 咱们去隔壁张商家里借个扳手 如果张商家里没有 那咱们就去老王家里借一个10号扳手 借到以后 咱们把这个负极这一侧给它拆下来 然后呢 等待10秒钟之后 我们再把负极给它装回去 然后再启动车辆 这个故障灯呢 嘎就没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有用 关注这个灯亮 打死呢 别乱修 你脸呢 都花冤枉钱 我们只需要找个扳手 把车辆的负极这一侧给去掉 等待10秒钟 然后呢 再把它给装上 这个发动你故障灯呢 它就会消失 这所谓的大师 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子 害死很多人 在车里面有个小小的故障 车主断了电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大灯关不了 这几个窗都工作不了 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脚步空间模块数据丢弃了 经过我们维修了脚步空间模块 现在数据已经正常了 你看大灯啊 这些都正常了 虽然修车几块几百块钱 但是它从上司跑到港口来 再加上今晚所有的消费 没有一个W估计都来回家 我现在已经被娱乐了 什么问题呢